由台南市政府文化教授主办 第九年的大受欢迎的两驾空山寺 今年将在25号再度登场 今天的市场文威特特别来到两驾努力参团 而且报告整齐的电子内容 邀请民众作会前来参加 希望可以为台南偏向地区再度担来新的观光列党 今年的两驾空山寺是将会在这个25号登场 今天在台南市市场文威特特别来到主张队的富城山公园 来向大家参团并且是有个精彩的电子内容 那今年我们更加省慎更加努力的规划 能够让这个空山寺能够真正做出更多民众他想要的品质 有更多更多的项目 那但是又有一些又怕有时候人太多会影响到观赏的品质 所以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分流人潮的分流 所以呢今年的空山寺把展期从45天 从47天拉长到66天 所以在这个66天的展期里面 随时你如果觉得想要来就可以来 所以也拉长了这个民众观赏的这个期间 那我相信每一天每一天的人潮就不会像去年那么拥挤 今年是一条大地回升为主地来探讨人 中途 土地 还有偏向期间的关系 作品的素量和规模也是都比今年更清菜丰富 希望可以再从今年的观光隔风 这件事情其实在讲一个返乡的过程 那我们都知道返乡这件事情 在这种人口比较少的地方 它是一件非常大的大事 有谁从外面回来了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但是在都会区呢 很多人可能从台北回来台南啊 我们可能比较没有感受到这些事情 因此这个返乡的主题 紧扣着我们这次的主题大地回升 就是在讲大地的能量它是永续发展的 今年收督举班就受到大家烈烈欢迎 今年改参用美票计定方式再加上新的主题 其盘不仅是为其参观品质 仅是为台南偏向地区創作新的发展通缸 带动地区的发展 现在就加上两个区才逢报的 大家就加上两个区才逢报的